好,咱们下面接着来看第七课的第三段 第三段说 It has been found that certain bats emit squeaks And by receiving the echoes, they can locate and steer clear of obstacles Or locate flying insects on which they feed 先看语法成分 It has been found 这是句子的主句 It当然是形式主语 这个东西已经被发现了 什么被发现了呢 That引导的当然是主语从语 一直到句目是主语从语 做真正主语 什么呢 某些种类的蝙蝠会发出一些尖叫声 这个 emit是发射 这在新概念第三册的十八课就讲过 发出声音啊 光线啊 电流啊 气味啊 这种出现的东西 发射火箭可不行 一般出现的东西 发出尖叫声 And并且这是我们主语从语中一个病例点词 引导主语从语中第二个成分 在主语从语中第二个病的句子里面 先出现个方式状语 通过回收这个 通过接收这个回升 这个they就指的certain best 这些蝙蝠怎么样呢 他们就可以确定 they can locate 当然英国人一般都是locate 但美式中一般都是locate the house is located on a hill 他一般住在前面 通过去他们就可以确定 并且绕过障碍屋 steer clear up 固定其语就是avoid或get around 绕开障碍屋 或者这么or locate 或者能确定flying insect 确定飞虫的位置 什么飞虫 画横线的unwished defeat 当然牵套在主语从语内部的定义从语 它们所捕食的这个飞虫的位置 就蝙蝠在空中通过回升 能够捕食昆虫 这个意思 这个unwished defeat 本来来自feed on 以什么东西为主识 但是我们说了 在书面译中 如果关系代词做戒词宾语 一般要把戒词放到关系代词之前 不要用wished defeat on 而用unwished defeat 再次看到这个特征 这里面有个词得看一看 就是emit 这emit的有字根 我们知道字母e 可以表示out 向外的意思 对吧 emit MIT 这不是麻省理工学二 mit是个字根 表示send 送的意思 emit送到外边去了 不是送外卖 并不是那饿了吗 送外卖 咱们不表示这个 发散出去 发射去 发射吗 送到外面去 声光电这种 一般用它 这个字根可以多看几个 你像transmit 这个trans t-r-a-n-s 它一般表示across 就是穿过去的意思 这个trans 特别像中文中穿那个汉字呢 从这边到那边过去 mit不说了还是送 从这边送到那边去了 什么意思呢 传输或传播 从这个地方到你家 从我这到你那传输或传播 什么电视信号啊 什么疾病啊 都可以用它 比如说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性病 性传播疾病 是通过性这个方式 来被传播的疾病 这过去分词了 只是从这个人 传到那个人身上了 有病了 对吧 再比如说 the US open will be transmitted live via satellite open 我们在以前说过 大家还记得体育精神 那个时候讲过嘛 就公开赛 美国公开赛 这网球赛呢 将通过卫星来现场直播 由电台 电视台 传到你们家里去了 这个信号传播 be transmitted 加live固定搭配 叫现场直播的意思 你看这就transmit 还有 omit 字母O 或者是字母OB 都行 它可以本来away 弄走的意思离开 MIT不说了 还是送 send away 把某东西送走了 so omit 可以叫省略或删除 不要了 送走了 省略或者删除 跟老师对面 omit 有这个意思 再比如说submit 这个sub SUB咱们再熟悉不过了 可以表示在下面 在下面 那个submarine 就是潜水艇吗 marine不大海吗 在海下面 从下面送上去 从下面往上送 所以这个可以表示提交 给上级提交一个材料 给老师上交一份 这个作业或论文 就提交或上交 也可以表示屈服投降的意思 我把我的印信都给你了 我把我的这个权力的大印 交给你了 投降了呗 所以表示屈服 服从于 或者上交 都能用它 就sub 我们大家大声读一下 submit submit 注意这个but 是失去爆破 不要说submit 不是这样的 submit 这么一个声音 再比如说vomit 这个重音在前面 比较特殊 尽管是动词 重音在前面 v-u-m-i-t 大声读一下 vomit vomit v-u可以表示eat 吃东西的意思 你看贪婪的吞食 叫divine word 大家记得第二课讲过 吞食我们的庄家 低头挖握了一声 v-u是吃啊 还有像什么 erbivore 叫草食行动 什么carnivore 肉食行动 叫omnivore 杂食行动 这个v-u表示吃嘛 把吃的东西送 这个当然不是送外卖了 吃的东西送到外边来了 这个叫呕吐的意思 吃完以后胃口 热热乎乎 从胃里送到外边来了 这呕吐 但是这个词一般用在医院里边 这个在生活中 一般用throw up 表示呕吐 throw 扔 往上扔出来了 但在医院里边 呕吐叫vomit 这是个动词 你看这个都是跟mit 跟这个送有关系 可以同时记住 那这就好记住 好 我们再往后看 回到剧中 通过接收这个回声 他们可以locate确定位置 and steer clear of 就是avoid 躲避绕开 这个steer clear of 可以相当于avoid 或者get around 躲避或者绕开 既可以表示物理上的 躲开某个东西 也可以表示 从抽象的含义 避开某个话题 这个都行 比如说 we tried to steer clear of political issues 我们试图避开 政治上的一些话题 一些议题政治问题 就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因为政治问题 容易起纠纷 我们俩在聊天 唠嗑的时候 避免躲开那些 政治性的问题 可以这么说 we i steered clear of the main roads where i might be recognized 当时我不想 被别人认出来 所以呢 我就绕开了那些主路 因为在那里 我可能会被认出来 这个避开 是个物理上的含义 而第一个呢 是个抽象的比喻 都行 都相当于avoid 或者get around 绕开躲避开 本文中是物理含义 躲开这个障碍物 对吧 或者怎么样 or to or locate flying insects 躲开那些飞虫 什么呢 unwishly feed 这当然来自feed on 就动物 以某个东西为主食 你像cows feed on hay 奶牛 主要是吃草料 这个 hay叫干草 feed on 还有一个叫pre on pre on也是以某个东西 为主食 当然feed on pre on 一般都是表示动物了 很少指人了 一般指动物 但pre on呢 它用的场合窄一些 它一定跟捕食别的动物 而feed on呢 后面是草啊 或其他动物都行 它无论荤素都行 但是它肯定指动物了 但pre on呢 可以跟 它只能跟别的动物 就捕食别的动物 你像owls pre on mice 猫头鹰 捕食老鼠 mice or mouse 它是复数 那么第一句话呢 不能用pre on 因为它吃草料 不能说补食草料 但第二句话 且可用feed on 因为feed on 是不论荤素都可以的 是以什么为主食 那pre on呢 是补食 但如果是人的话呢 只用live on I live on rice 我主要是吃米 是什么来说 live on 一般用在人 是主要是以什么为主食 好 最后一句话说 this echolocation and beds is often compared with radar the principle of which is similar 那么 逗号之前是句的主句 这个蝙蝠身上的这种 回声定位能力呢 经常与雷达做比较 为什么呢 后面的定义从句 因为它们的原理啊 是类似的 the principle of which 这个which 关系代词 就是修饰前面的先行词 radar 雷达 雷达的原理是类似的 就回声定位 就是我们找空中的飞机 也是跟蝙蝠找灰虫类似的 它的原理是类似的 只不过呢 这个定义从句比较特殊 是名词加借词 再加关系代词 构成的定义从句 这时候什么时候用它呢 就是这个定义从句修饰的呢 它的这个成分 并不是这个先行词本身 而是跟先行词相关的一个东西 或者是跟先行词的一部分 它不修饰的不是雷达 是雷达的原理是类似的 所以这时候加原理 再加off再加with就好了 这个定义从句 咱们一会儿会详细来说 另外先看看这compare这个词 compare是做对比 compare后面借词 可以加with加2都可以 compare a with b或者2p 但是呢 我们还有一个contrast a with b 这个一般叫with 这两个都是做对比 但不太一样 我们先读第一个 compare 再读第二个 contrast 当contrast是动词 它的名词都是contrast 重音在前面 compare是动词 它的名词是comparison 是另外一个拼写了 这两个对比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注意用的是不要用错 这个compare这个词 用这个词表对比 它既可以强调 ab之间的区别 也可以强调 ab之间相似之处 都行 而contrast 一定是这个对比 强调ab之间明显不同 你看这两个不一样吗 所以contrast用的场合窄一些 compare呢 既能强调不同 也能强调相同 所以在本文中 用compare正确 用contrast就错了 为什么 contrast一定强调明显的区别 你看 这两个放在一块看看 是不是不一样啊 本文中 雷达的原理跟蝙蝠 回程定位是类似的 这个对比相似之处 用compare是可以的 所以本文中用contrast 是不合适的 另外呢 我们最后看一看 刚才特别重要的这个 特殊的定义重句 就是名词加窃词 加关系代词 引导非线能性定义重句 这个注意只用在 非线能性定义重句 就一般用逗号 跟主句分开 它什么意思呢 它要说的 其实不是先行词本身 而要说的重点是 先行词相关的一个东西 或者先行词的一部分 这个时候就只好 用名词加窃词 加关系代词了 此话怎讲呢 咱们看一下例子 他有两个儿子 其中一个死于战火之中 咱们重点表达 他有两个儿子 其中一个在战争中死了 是补充说明的成分 那么我们定义重句 前面是主句 两个儿子中要放在主句中 其中的一个 你看他都没有说 两儿子都死了吧 都死了用who就好了 其中的一个死于战争中了 那怎么办呢 我的one of whom就好了 可以这么说 he has two sons 你们有一个 one of whom died in the war 就好了 如果用并列句呢 就得说 he has two sons and one of them died in the war 你要改成and one of them 一方面啰嗦 二来用and的连接 说明前后两个句子 一样重要 咱们用定义 从一方面简洁 二来突出前面句子重要 俩儿子重要 有一个死了 是补充说明 顺便说一下 再看复杂一点的 中间不一定 切词是off 别的切词也行 演讲者提了四个问题 他们的答案 被证明是非常有启发性的 非常启发性 就very illuminating 有启发性的 咱们重点是要表达 演讲者提了四个问题 后面呢 他们的答案 被证明有启发性 顺便说一下 咱们又定义重句 但是他说的不是 先行词问题 而是问题的答案 那我们就可以用 the answers to which 不就好了吗 我们有什么问题 本身说答案呢 跟他相关的一个东西 咱们说一说 the speaker 演讲者 posed four questions 答案用ask也行 用什么 什么raise都行 这个动词令话 the answers to which proved very illuminating 注意这个提问 用的是动词pose posc 动词演讲者pose 也可能用ask 或者用raise 举起来也行 raise question raic也行 演讲者听了四个问题 他们的答案 被证明很有启发性 the answer to which 我说的不是问题 是问题的答案 用这个结构了 中间解词是to了 也根据前面名词 固定搭配来 确定用什么解词 如果用并列句呢 并列句就是 稍微长一点了 the speaker posed four questions and the answer to them the answer to them proved very illuminating 这就稍微啰嗦点 得加连词and了 这是这个定义重句 这种定义重句 其实早就出现过 咱们回顾一下 在第三册的三十二课 三册三十二课里边 就出现过 一艘沉船里边 the most valuable find of all was the ship's logbook part to which it was still possible to read 最有价值的发现 是船上的航海日志 logbook 其中的一部分呢 依然清晰可变 能够看得清楚 尽管已经好几十年了 part to which 他没有说整个航海日志 是航海日志的 其中的一些部分 用的是part to which it was still possible to read 这个part to which 在定义重里面 是做read的宾语 它的主语是 这个逻辑主语 it was这个it 后面的to do 是真正的主语 因为possible 一般是用it 这个抽象词 这个逻辑主语 it多逻辑主语 当主语比较常见一些 这也是 他没有说航海日志 航海日志的一些部分 也是用这个结构 好 第七课本身 课文本身不是特别难 但是这确实是 在四册里面出现了一个 非常有代表性的 科技英语的形式 包括里面一些特色 包括里面一些习语 重点的剧情 希望大家把它记忆 直指 过目不忘 否则的话 扶皮潦草 走马观 还看一遍之后 那就跟看连续剧一样 过两天就忘了 把一些重点的习语搭配 希望大家背诵 一些重点的语法指点 完全吃透 这个才是真正起到了 我们学习的这个效果 一天两天不险 积少成多 积业成球 慢慢慢慢 我们的英语能力就不得了了 在考试中写作成绩 把老师吓一大跳 好 第七课 跟老师就学到这 谢谢 亲爱的同学们